黄经理啊 你口下积德吗 你不是什么好人 黄经理 这里是公司 请您注意自己的身份 如果您再这样闹下去的话 我就要喊保安了 怎么 你到薛塞那儿告诉我呀 告诉你 我辞职信都写好了 我今天就走 我去承信公司 我不但是人事部经理 我还有股份 你们这些人哪 一个个瞪着眼睛 看着一眼 倒闭吗 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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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回去工作吧 好 惠明 没事吧 是张成信先对不起公司的 我是在自卫 那你跟他用一样的手段 你做得对吗 你知不知道周慧明因为你 他置身于什么样的处境啊 我会补偿他 你拿什么补偿他 拿钱呢 飞飞 你别这么跟我说话好吗 我怎么跟你说话 说你做得对啊 恭喜你成功地打败了张成信 赢得了EAC 须总为我独尊 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 飞飞 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 我是在保护我自己的公司 我爸爸跟我哥哥 奋斗了一辈子的公司 关雅琴 他都能够在关键的时刻 出面维护公司 去指证张副总 你呢 你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我有怪过你一句吗 我在董事会上 只是实话实说 看了我们今天都不够农见 这样吧 等你心情好一点 我们再谈谈 完了你走了多久 每天都是尽头 是否真的你离开我 就一定能找到快乐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就算我才如何不舍 再多的苦痛 去换你自由 别再管我是不值得 我最爱的人 我最爱的人 伤活也最深 手走就做 剩下了我孤单一人 是否真的 我最爱的人 还要忘了你 问你 今天事不是你的错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现在我的心情也不好 我想你肯定很难受 所以发个短信安慰你一下 希望你快乐 我只爱你 不肯定很难受 我只爱你 还有多少人 不要忘了你 我没有天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还发信息来安慰你 希望你快乐 你偷看我短信 我没偷看你短信 是短信来了我不小心看到的 你有什么权利偷看我短信 你手机里有秘密啊 不能让我看 你什么意思 你又要跟我吵架是不是 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 你怎么还和顾菲菲纠缠不清呢 我和她纠缠不清全都是拜你所赐 说实话 没你的破坏我们早就是一对了 纠缠不清 你也好意思说 你终于把你心里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了 是啊 反正今天公司也出事了 我就一次把话跟你说清楚 吴叔 现在你怀孕了 我不会跟你离婚 但我请你不要再仗着这个孩子 跟我纠缠不清 我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 不要弄得两败俱伤 你懂了吗 公司出事了 和顾菲菲有关 别什么事都往她身上扯 你还 religious的如果 Premier 你还没有什么恋爱 你就是说什么 我才是个赌败人 我要的心情 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我也就剩点恩情吧 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也就剩点恩情吧 你平时不听说的吗 菲菲 蔡爷到底做错了什么 她没做错什么 我就是觉得 她为了打败张副总 一点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我就是心里不舒服 那今天蔡爷要是输了 你就开心了 我也不开心 你好矛盾啊 你到底要蔡爷怎么样啊 我也不知道 那你说都是自己人吗 大家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呢 菲菲啊 我觉得你应该站在 蔡爷的角度 好好替她想一想啊 她什么角度啊 我举个例子吧 你的妹妹方方要是不在了 曾大强强行霸占你妈的房子 把你和你妈赶出去 流落街头 你会怎么样 所以啊 菲菲 只要互相理解 换个角度 其实如果蔡爷不是这么想的呢 她不想这么做 但是她没得选啊 小辣椒 你从半仙变成心理医生了 承认我说的对了 可我还觉得 刷手段对不对 我跟你说 你和蔡爷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 像他们有钱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产 如果不刷点手段的话 恐怕早就出局了 所以啊 我们和有钱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也许吧 我就是怨他们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但是有时候我也在想 如果我是她 我会不会像她这样做呢 菲菲 其实你仔细想想看 从头到尾 蔡爷骗过你吗 那就够了 是啊 照你这样的话 我应该找个机会 好好跟蔡爷爷聊聊 去吧 我支持你 小辣椒 有时候我真的很感谢 你能在我身边吗 打住 打住 肉麻的话就别说了 听得进去就好了 还是要抱抱的啊 谢谢